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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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收养的这个中国女孩挺不错的 要不拿她来抵战 你别杀害她 她和这事没关系 小啰嗦 兄弟们 把她的破房子烧了 小姑娘 别跑 兄弟们 妈妈 林昌 救命啊 爸爸 林昌 小姑娘 大婆 小姑娘 小姑娘 林昌 爸爸 你不踏下 救命啊 不要 别动了 爸爸 救命啊 林昌 阿姨 你要太厉害了 你是爱德华姿医生吗 是 我是 你来自纽约 没错 我是来自纽约 我爱可医生爱德华 这是我的女儿 瑞秋 幸会 我要你帮我一个忙 先生 我们的身体是发肤一体的 虽然我不知道 在你的身上 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想最后问你一句 你确定要做这个整容手术 我确定 好吧 一定要把我变成另一个人 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人 好的 没问题 还有 我后辈的门 我会帮你去掉 不留一丝痕迹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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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 找你 你再说一遍 夫人和少爷 找着了 找着了 好 醒了 嗯 爸爸 不是我说你 现在都什么天气了呀 都已经转秋末了 您还这么不注意 这要是长蓝感冒了 不光您身体受不了 女儿我也会心疼呀 我白汉城 漂泊半生 愿意围会孤独中落 不知是不是上辈子修下的符文啊 老天给了我这么好一个女儿 夫妇何求啊 我不许您这么说 要不是爸爸 我可能 就是一个街边要饭的丫头 对了 对了 爸爸 这儿有一封您的电报 这么说有人在广东看到过她 是啊 老爷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海珠还活着 我的儿子也还活着 是的 老爷 博泽民 你替我在广东散布消息 我要重金悬赏 如若有人替我寻找到十三二十年的妻子和儿子 我赏他一千块大洋 是 怎么了 爸爸 信仰 是 收拾一下 我们要出个远门 看好了 这是我儿身上的纹身 如果我们有记错的话 它还应该有一块随身的玉佩 作为信物 你是黄秦官 是 还没请教您 在下吴德明 让您久等了 吴管家 您客气了 请坐 这个就是他 这个 是他之前在一户人家做庸人时 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他现在人呢 他已经去世了 你是不是在骗我 吴管家 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的 吴管家 我感觉这个人八成就是小额钱 他的话咱们不能信 王警官 你刚才说这人已经过世了 这死无对证的事 我怎么能相信你啊 吴管家 吴管家 他还有个儿子 难道你们不想见他了 儿子 二少爷 他现在人在哪 吴管家 别急 我今天保证让你见到他 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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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才来啊 我家里有点事 当你 快快快 你 大管家 你看 那个就是我们要找的夏光明 穿黄色裤子 白天在衬衫里看 大管家 他就是一个马途文求小子 夏宝爷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儿子呢 他们是不是找错人了 我家里有什么 我家里有什么 来 借着 来 来 借着 怎么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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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管家 我去阻止他们 干什么去 这可是咱们家二少爷 这要是出了人命 老爷还不得扒了我们的皮啊 我的皮不比你的皮之前啊 我打死你 我打 我打 我去你的 让你欺负我 吴管家 您请 人就在这 我会让你让你拉我 好 我可以说 你还要把你送封锁 你会让她来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我 咱们给你 你 Drumroll 那你不是 咱们儿子 您多难道 驾 驾 醒了 醒了 别睡了啊 起来了 起来了 别睡了 起来了 别睡了 谁 你们是谁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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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什么少爷 你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从糠罐里跳到了米罐里 谁 谁踩狗屎了 走 走什么运啊 你们都有病吗 我在这睡觉 你踹我干嘛呀 有病 谁把我的衣服 浩瀚 你叫什么名字 多大岁数了 大丈夫 做不更名 行不改姓 项目伟名 年方 二十多 你身上 是否有一个龙形的玉佩啊 神啊 你怎么知道呢 有还是没有 真是啊 真是啊 你真是烧当家的 二少爷 走 那起来 你起来 你 起来 你抓我干什么呀 二少爷 请 老爷 什么事情 让您这么生气啊 等您来电报了 二少爷找到了 可是海珠 已经过世了 啊 钟妹妹过世了 阿弥陀佛 二十多年了 这钟妹妹也太狠心了 一点音信都没有 前一阵子 刚有了点消息 好不容易盼着 能见上一面 结果 我这好妹妹 怎么走得这么突然呢 老爷 您也别太伤心了 您要是弃坏了身子 让我们怎么办呢 这相府上下 都指着老爷您呢 啊 人各有命数 钟妹妹走了 是可惜 这好在 她那孩子找不着了 这也算是 一忧一喜吧 喜 可是有人 就是不让我相貌如愿 不想让二公子 进我相家的大门 老爷 您是多虑了 相府上上下下 谁不知道 老爷一直惦记着二少爷呢 大家都盼着二少爷 能早日回来 老爷 时候不早了 您早点休息吧 夫人 早点歇着吧 是 老爷 我这就回房 我是 年轻人 我去发生了 你能不能继续是 那个我跟你说 咱们去哪儿啊 你们到底什么人啊 这什么情况啊 送你回家 二少爷 别别别 你刚才在牢里边叫我 什么二少爷 我就纳闷了 我不是什么二少爷 你们认错人了 你赶紧让我下去 你让我下去 使不得 使不得 二少爷 这外边危险 你回去就没命了 没 怎么 我就没命了 你们弄得跟绑架 绑架伙似的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的 你又叫我什么二少爷 我都听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不明白没关系 我慢慢告诉你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保证你的安全 等等 什么 什么安全 我 我的安全 嗯 我还以为我得救了 我 我这 我这出来又送命 你还是把我送回去吧 行了 行了 小瑟啊 快点 好嘞 知道了 快点 快 驾 驾 少爷 待会儿到了那儿啊 你和小瑟 你们俩在那儿待着 哪儿都不要去 我是担心有人会来偷袭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要在那儿等我 行 我都听你的 那你一会儿 你 你快点回来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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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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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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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驾 驾 站住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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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空大 马上气 老大 空大 海珠啊 我是吴德敏 来看看你 这一别 得有二十年了吧 老爷可是一直惦记着你和少爷 你就别恨他了 他心里可一直有你们娘俩啊 谁 你耳朵可真好啊 什么人 白 白参灵 吴夫官 别来吴夫人 这二十年了 能在这儿重新聚首 我以为看不到你了 吴夫官 老夫早已弃武从商 参灵二子 休要再提了 好 是是是 我现在也不做副官多年了 啊 承蒙相老爷的厚爱 在相府做管家 吴管家 对对对 你真是忠心耿耿啊 白叶何尝不是呢 当年 要不是白叶替相老爷顶罪呢 相爷看也不会有今天吧 惭愧惭愧啊 这位是 小女新年 吴管家好 白小姐 吴管家 二少爷现在何处啊 他现在 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若少爷 Download 老少爷 老少爷 醒醒 老少爷 醒醒 你是谁 别害怕 收拾东西 咱们走 好 你就是二少爷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 这位爷爷说我是 你要是觉得我是 那你就把我当二少爷 那个 时间紧迫 逃命要紧 二少爷我就不陪你们玩了 下次 下次我一定舍命陪君子 二少爷 太好了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儿白新年 二少爷好 你好 你好 你要干什么 别动 你要动我一枪绷着他 吴管家 爸爸 你要干什么 白灿灵 二十年了 你都不肯放过他 你非把他斩尽杀绝不行 吴贤帝 我不是要杀二少爷的 二 二少爷 杀我吗 那什么 有话好说呗 别伤了和解 听我一次 把枪先放下 你话好说啊 倒开 对了 吴管家 你先把枪放下 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爸爸是特意从南洋过来看你们的 二少爷 别紧张 我不是来杀你的 真是奇怪 我一有二少爷的消息 你就出现了 为什么 谁跟你线路的消息 是有人给了我消息 打电报告诉我说二少爷还活着 是谁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我这次回来不是为了杀二少爷 我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请你相信我吴贤帝 相信你 大国家 不好了 我们来了好多人 好像都是硬爪子 白菜 听到我了 我怎么相信你的话 他绝对不是我的人 大国家 现在怎么办呢 先把眼前的事处理完再说 我上去后面 保护少爷 听住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俩一定要先走 不行 爸爸你要干什么 别管我 快离开这儿 这儿不安全 重生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赶紧离开这儿 你们从这儿出门向东 外面有辆马车 快走 快走 快回来 小心 快走 走 吴贤帝 爸爸 你带着他们快走 这儿交给我了 你呢 白爷 不要管我 不行 爸爸 我不能丢下你 快走 快走 爸爸 走 小心 小心 爸爸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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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让我看看你的帧队吗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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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房给我点了 慢点 慢点 往上眼 慢点 小心 快 小心 都快上车 快上车 小心 快 快上车 不行 我父亲怎么办 白小姐 这地方不能久留 还是先上车吧 到了安全地方再打电消息 快 不行 牧管家 我没有权利要求你们留下 救我的父亲 但是我不能留下我父亲 你们走吧 我要去救他 回来啊 算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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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新年在这儿呢 你跟我说一声 爸爸 爸爸 爸爸会是新年啊 你听到了没有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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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uracy 你行吗 你行吗 爸爸 concerning 你行吗 我 我们这儿要去哪儿啊 回上海 少爷 明天上午就到了 上海 是啊 您家就在上海 我家 我娘早就没了 我哪来的家 谁说你没家了 你父亲还在啊 相府 那才是你真正的家呀 向老爷 这苦苦盼了这二十多年 就盼着你们父子团聚 这些年 她日思夜想 一直在寻找您和夫人的下落 您这可就真的说笑了 我妈没的时候就跟我说了 我没有父亲 我父亲早就死了 再说了 人死不能复生 这突然间冒出个父亲来 您让我怎么相信您的话呀 到相府吧 少爷 到相府 您就都明白了 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恩怨 少爷 这是按照您的尺寸 给您加急做的 一会儿呢 你把它换上 大国家 把这眼睛给我睁大点 少爷的安全不能给我出一点场所 是 大国家 小丝 你跟我来 是 小丝啊 来 送 大国家 您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谢谢您的尺寸 一家子人哪 快去 夫人先走 静门 快去 钟夫人 碧人不才 无法亲自保护你周全 我副官忠心耿耿 可以同夫人 大管家 到哪儿了 车已经到了燕台 你先出去吧 是 保护好少爷 二少爷好像又睡着了 去吧 少爷早 吴冠家 早上好 有进步 看来我怎么称呼你 你已经习惯了 我就是不习惯 你不也照样这么称呼我吗 能拿您这张嘴怎么办呀 还真能给你堵上不成 您快坐 不不不 我站着好 那我也站着 别别别 少爷坐 少爷坐 那您先坐 你坐 你坐 您坐 好 那一起坐 来 你一换这身衣服 这人马上就变了 太紧 别 别动 太香了 太香了 那夫人年轻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啊 我先告诉她吧 好 回家 回家了 回家了 冷死了 我说 这都 这都多长时间了 这火车怎么还没来呀 我们在哪儿等不行 非得在这儿等嘛 他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还让你这个相家大少爷亲自来接 他算什么人呢 他是我失散多年的弟弟 你的小叔子 还小叔子呢 到底和相家有没有血缘关系 都不一定呢 弄不好是个冒名顶替 来接管你们家生意的 三四四弟 好 你看什么呢 你看什么 没看什么 火车来了 请你这样吧 嗯 少爷 今天可能是 大少爷和大少奶奶来亲 这会儿可能已经到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他们呀 你就称呼 大哥 大嫂就行了 嗯 咱们下去吧 哦 对了 你把这个 带上 来 这个 走 哎 二少爷 二少爷 倒行 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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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大少爷 是不是来见二少爷的 怎么回事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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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保护二少爷 快 快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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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来 来 下落了 李平 快走 你叫什么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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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 这不如何是好啊 二天 吴管家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怎么办的事 人是你护送回来的 还没进门就死于非命 怎么解释 奇了怪了怎么就这么巧啊 一下火车就有人来追伤 是你害死我二弟 我跟你说 老爷不会放你的 沐昕 你看 这 这不是那个小 小四嘛 小四 吴管家 这是你手下 我二弟人呢 小四 对不住了 是我吴德鸣害死了你 我吴德鸣真是来世在报答了 吴管家 我问你话呢 我二弟人呢 他在安全的地方 要背负 心酸是我无必的宽松 不认说 不认说是坚强背后的痛与苦 留下的是恩怨的倾诉 剩下的是无缘梦安逢 遗忘记 遗忘过 才明白珍惜多么相途 就长着 无一眼飙光 面带我哭 又像我 显得一无尺处 却又无情无欲的结束 我们慢慢陷入迷途 沉淀过往去满足 时间好像又划过了脚步 一向情愿的支柱 无法左右的出路 再幻悟 我明白相信会虔诚你幸福 也明白曾经会隔禁住 啊 而回忆拦住沉门痛苦 封闭干雾 由于好想尘身的禁锢 我明白相信会虔诚你幸福 也明白退路是欲望的感触 耳朵影无处 零雾 各自沉浮 悲伤是多么残酷 像是夜色的掩护 我明白 我明白 你也明白 你不想尽 我明白 你不想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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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你不想尽 你不想尽 我明白 你不想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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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